4月3号发生规模7.2的地震 镇样在花莲外海25公里处 中央大学环境研究中心团队 第一时间动身前往镇样附近 附设6颗海底地震仪 此时渔震神不断 我们这趟在海上展开的宣户 也带着几分不安 可以看到现在呢 在我旁边有6颗的这个海底地震仪 就是今天从中央大学运过来的 那么刚刚我们从新北至深澳渔港出发 现在时间大概是中午的11点半左右 根据船长的表示呢 大概需要航行8到9个小时 才能够到花莲的外海 把这些海底地震仪投放进海底 海底地震仪顾名思义是 布放在海底地震观测仪器 可以研究海底地质构造特性 并搜集地震发生时传送的波线资料 而中央大学布放的海底地震仪 来自法国海洋科学中心 具有地动仪主要侦测地震波 以及水听器能将水效声源 变化记录下来 我们总有六个点 就是会从深澳渔港这边出发 然后沿着东部 往花莲外海那边前进 科学家为了前往位于 花莲外海的镇央 找出地震主因 只能乘风破浪 从新北市深澳渔港出发 一路沿着台湾东北角 宜兰外海前往花莲海域 这一趟路程遥远 更非风平浪静 不时下着绵绵烟雨 大浪起步不平 一路上在惊涛汉浪中航行 台式新闻采访团队 独家随行采访完整记录 我们因为实际上海跳船 不是那么大 然后再加上顶浪 所以我们一开始 跌簸的还蛮厉害的 台湾坐落在欧亚板块 与菲律宾海板块聚合区 这里存在旅送引墨系统 以及琉球引墨系统 有活跃的地体构造事件 而台湾规模大于6的地震 有7成以上都是发生在海底 即便气象鼠已经绵密架设 大量的地震站 但仍无法完全覆盖整片海域 而海底地震仪的架设 能观察到路上 不容易观察到的前阵与回阵活动 中央气象鼠 它现在有海底电缆在外面 不过它的海缆观测系统 实际上离这次的地震的 震样距离稍微远一点 所以我们赶快布的好处 是把它收进距离 对这个事件就很清楚掌握 那结束下一个事件也许在弄 可以收集到更多余震的资料 因为你余震的资料越多 你越能把那个构造的样貌画出来 因为每一颗地震发生 它到侧站它就会有一个坡线 你坡线越多 你就可以把那个地底下的空间 把它解析得越清楚 在启动上 就是要测试它这个启动是正常的 为了确保海底地震仪的状态正常 除了仔细确认测试 航四以及站位等参数资讯 接下来还有一项最重要的工作 科学家在海底地震仪的底部锁上铁块 这次投放任务最近占领距离正央 仅仅不到十公里 海底深度大约是三千米 铁块的功用是为了确保海底地震仪 能顺利往深海下坠 我们在移庆设定完之后 我们就会把海底地震仪 跟一个铁块锁在一起 那锁在一起之后 我们就让海底地震仪 放入水里面 它就会透过这个铁块 把海底地震仪 拉到海里面 然后甚至到海床上 慢一点 继续 入水 入水 第一颗海底地震仪 终于在傍晚五点完成投放 其实慢慢的入水 后边有一台带一条绳子去沉重 其实蛮重要的 是因为我们需要它缓慢的入水面 而不是一下子冲击到水面 因为一下子冲击到水面的话 怕那个重锤的那个锁会脱开 那就会失败 现在我们抵达了蛙连的外海 那么其实比原先预过时间 提早大概两个小时 现在大概是下午五点钟左右 那么其实我们刚刚已经完成 第一个站点的过程 接下来要继续往下一个站点 大概需要航行一个小时左右 不过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这个浪真的是还蛮大的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真的是也还蛮惊险的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航行过程由于海向不稳定 让前置作业充满挑战 船身左摇右晃 而我们也抵挡不住 高低起伏的大浪带来的不适 半路上已忍不住晕船呕吐 但每当有地震发生时 研究团队却总是毫不迟疑 先放下手边原有的工作 立刻确认正央位置建置投放站点 紧急联系配合船家 排除万难即刻出海 其实一开始出海我也是晕得乱七八糟 就是因为我要负责海底地震仪 所以说海底地震仪出去 我就要跟着一起出去 那第一次经验 第一次布放海底地震仪 总共布放了七个站位 我吐了八次 在短短的半天里面我吐了八次 强忍生理上的不适 他们不为狂风大浪 前进靠近正央的花莲外海 完成站点架设 搜集缩余症发生时传送的波线 以此了解地底构造样貌 找出断层走向 甚至是发现新断层 进而推敲出造成这次强症的主因 因为我们的侧站都是在陆地这部分 所以如果我们要陆地这部分的侧站 去做定位的话 其实比较容易有偏差 那如果我们可以顺势在海上 也布一些侧站的话 那我们可以海陆联合的这个方式 把地震包在我们的侧站里面 那这样要做地震定位的话 会比较准确 船只持续航行 直到夜幕低垂 深夜的茫茫大海不见其他船只 只有我们这艘船持续作业 这趟任务在镇央附近 陆续布放六个海底地震堤 第一站是位在花莲市外海45公里处 第二个站点是位在花莲市外海44公里 而最后一站则是在花莲南端 位在花莲市外海37公里处 大约是在花莲县的封冰箱 此时船只已经航行12小时 终于来到最后一站 几乎绕了快半个台湾 一般我们都是只有到贵山岛那边 很少下来这边 这是刚好舒嬅路断掉啊 所以他们就是交通也没办法 所以才坐船过来这边 基本上我们做对的事就对了啊 我们这个就是入水之后它就开始收集资料 那因为这个至少可以收集半年的资料 那我们之后会开始规划航次 现在预计规划大概八月的时候会回来收入这六个站位 4月3号强震后的39小时 来自中央大学环境研究中线团队 完成海底地震仪六个站点投放任务 而这将成为找出规模7.2强震主因的关键讯息 这次的断层大概主要就是大概从花莲以北这一块 到一道清水的这一块吧 这一块主要是大概有逆冲下去的作用关系这样 而不是说沿着什么台东重谷或是这些重谷断层的破裂 所以这次海底地震仪提供我们未来是说 那它的可能是怎么发展 如果我们要布一些观测仪器 我们怎么布就更有概念这样 当然我们在解释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能说资料越多 那你产生的误差就越少 地震往往是最难预测 但也因此最容易造成灾害 4月3号的强震启示 科学家们尽最大努力 海陆联合布放地震仪 持续累积及搜集资料 一步步解密断层 才能在下次地震发生时 减少灾害及损失